这是一个防疫新生活 要具体落实在观光的一个里程碑 在交通部长林佳龙 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的见证下 全台签名旅游业者 七地连线宣布防疫旅游正式启动 由业者先采线示范 疫情趋缓后的旅游活动行程 九条路线走访全台21线市 林佳龙也宣布第二阶段的安心旅游 将会在七月一日就正式启动 从防疫旅游到安心旅游 最主要是从我们的彩线示范 然后能够发展到国民旅游的补助 我们会参考过去的扩大国旅的经验 从七月一号开始就展开安心旅游 林佳龙表示 详细办法会在一周内正式对外公布 七月一日开始就会进行 扩大国民旅游的补助 也期待跟振兴券结合 欢迎鼓励业者推出加码优惠 给游客更多价值服务 另外旅游业也关心 何时能开放外国人来台旅游 全世界的人现在都欢迎着我们去 问是我们要不要去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代价 我们是不是承担得起 那全世界都想来 那我们不能这样任意开 所以我们就把 我们把防疫新生活先做好 然后再看怎么跟国外大家个案来谈 大家怎么样互相来认证 那这个要很小心 陈世忠表示台湾社区相当安全 非常支持大规模国旅团 也鼓励国人尽量在国内旅游 防疫新生活必须先在国内落实 才能考虑逐步开放 若冒然让外国人来 到时恐怕疫情会失控 旅游业者可趁此机会提升品质 未来迎接外国观光客时 能以最好的品质去接待他们 新唐人也爱电视正义好玩的风 台湾台北报导